字幕提供 果然是最受人崇拜的 華語流行樂教父啊 30號羅大佑出席記者會 老師這次一舉入圍金曲 兩項大獎 算是常客的 他被問到緊不緊張 他竟然這樣說 沒辦法緊張啦 人家新秀 新秀都日文比我們多啦 對不對 緊張沒用啦 信心啊 我覺得入圍 我們能不能得到 大家就認同就已經很開心了 對不對 至於要不要拿到最後的掌聲 最後拿回獎項 天天遊命啦 但是能夠join是最好的 我覺得我們不能那麼 就是不能 得失心不能那麼重嘛 然後 這種獎項真的是要順其自然啊 不過現在形成這麼忙碌的羅老師 身體不知道吃不吃的消啊 被碰到 被碰到這種體力不盡的時候 因為有音樂 別的行業沒有 別的行業沒有這種東西 我們就會更...更強 我們... 我們... 今天很不好的時候 我們常常人家可以說 我們的心情會非常好 這是別的行業不會有的 所以我們不是想仔細 珍惜這樣的一種感覺 果然音樂教父不是當假的 非凡於樂 台灣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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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